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人 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 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 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一百年前 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 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过去一百年 中国共产党向人民的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现在中国共产党团阅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的赶考之路 全体中国共产党员 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党的宗旨 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风雨同舟 同甘共苦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懈努力 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们一定积极响应党中央习总书记的号召 在时代的浪潮当中乘风破浪 用自己的青春和实干将身上的韧镜跟干镜充分发挥出来 坚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入手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我们将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总书记的号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带您和团结十八栋全体村民 如起袖子加油干 努力续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那在平时的教学过程当中 我也会让孩子们去女记历史 回顾历史 我也希望将这红色基因一直传承下去 我们作为新的一代青年的共产党人 勇于承担责任 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为这个民族做贡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 一年保护国家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万岁 勇于承担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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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回去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 umu标 折腰掌握在自己手中 期待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注射我们心里的藏城 中华民族能量 最为心事后 每个人对国家话说 最为不胜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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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 与任何外来势力 欺负 压迫 奴役我们 谁妄想这样干 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 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 碰得偷破血流 还在16多亿内 最尤其是 喜悦 奴彰 增加